凤鲜花种子的特点 凤鲜花很美丽 那么它的种子又长什么样呢 凤鲜花的种子非常小 但是数量并不少 每一颗种子的直径 大概只有1.5到3毫米左右 也就是像我们吃的米饭一样 它的种子是在果实外壳成熟之后 自己就会从中分出来 凤鲜花的种子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那就是可以保存的时间很长 一般情况下能够储藏3年左右的时间 还可以拿出来进行播种 凤鲜花是一种栽培很广的草花 花色繁多 有紫色、红色、粉红色、玫瑰红色、白色等等 有一朵花能开几种颜色的附色花